Hello 大家好 隨著10G交換機與網路卡的普及 我也開始追求男人10G內網的浪漫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家中10G網路環境 搭配Synology RS-1221 Plus 的心路歷程 健身的人常說一句 You are only as strong as your weakest link 10G的網路建置也是同樣的道理 從第一層的網路線水晶頭到第二層的交換機 每個環節都必須達到10G的標準 根據網路上的資料 CAT6等級的網路線在55公尺內 可以達到10G傳輸速度 CAT6A則是100公尺內 我選擇的10G交換機是Unify USW Aggregation 提供8個SFP Plus孔位 非常適合10G設備還不是很多的朋友 在建置時期最讓我疏忽的地方就是線材的品質 原先我的計畫是從機櫃拉一條35米左右的CAT6A網路線到電腦位置 透過SFP Plus轉RJ45的模組 不過長距離的CAT6A在沒有標準的接地系統下 電腦連線上一直出現無法取得IP的錯誤訊息 後來換上20公尺的CAT6網路線 在同樣的設備情況下就可以正常達成10G的傳輸標準 不過大部分SFP Plus轉RJ45的模組運作時會非常燙手 短距離的設備連結我會推薦使用DAC Direct Attached Copper Cable 長距離則用ON3等級的光纖 除非你選擇的10G交換機原本就是RJ45的接口 那就不會因為轉換模組導致訊號微弱產生錯誤訊息 再來看到Synology RS1-ALE Plus和8顆WD UltraStar 16TB硬碟 在RAID的選擇上當初猶豫了許久 看到網路社團上前輩說RAID 5才有辦法達到10GbE滿速的效果 但後來還是選擇由兩顆容錯硬碟的SHR2配置 來保護自己和家人的資料 搭配Synology RS1-ALE Plus 的網卡是原廠的E10G21F2 安裝網路卡的方式非常簡單 解開上蓋的螺絲後將網路卡輕輕用力推進去卡榫就完成了 用戶端是蘋果的筆電 利用Thunderbolt 3外接一張QNAP QNA T310GES的網路卡 透過25公尺OM3的光纖拉明線來到筆電的位置 硬體的部分就定位後再來到交換機的設置頁面 選擇USW Aggregation 把Jumbo Frame 的選項勾選起來 再來登入到 Synology DSM 控制台 選擇網路設備 網路卡介面 IPv4 頁面的MTU要改成最高的9000 再來看到電腦的網路設定介面 進階選項中的硬體同樣將MTU設定成9000 最後驗證一下內網是不是已經達到10G的目標 在 Synology Docker安裝iperf 3伺服器 在筆電的Terminal輸入iperf 3-C客戶端模式 輸入iperf伺服器的位置 192.168.10.50 看到9.5Gbps接近10G的理論值 再來試試看Blackmagic和AJA的兩個硬碟測數軟體 分別用幾個不同大小的檔案來測試 可以從圖表中看到 寫入速度大概坐落在700MB 大約5.6Gbps 1GB檔案大小的傳輸速度 不知道為何AJA的讀取1100MB 快了Blackmagic將近一倍 如果知道原因的朋友可以在底下留言為我解惑 影片的最後來實驗看看在NAS上面 用Final Cut Pro剪輯影片的流暢度 基本上感覺不出任何的卡頓 算是解決了我電腦硬碟空間過小的困擾 感謝今天的收看 如果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在底下留言